的确全台缺蛋缺得慌 台中市北屯区陈平里 是号召了商店家 响应发起现实送蛋计划 在今天送出了1400颗新鲜鸡蛋 只要出示身份证 每户是可以领6颗 而不到40分钟 就已经是全数的发送完毕 签下姓名释出身份证 接着再拿出自备的小纸和塑胶袋 里面们今天是特别来领鸡蛋的 运动朋友他有在用手机 他说我跟你讲我跟你讲好消息 我说什么事 然后他跟我讲的就是这个好消息 可以领到6个蛋比什么都还开心 我8点钟就在那早餐店那门口 很不好吧 没什么好味 你也要去超市买也有点买买 对吧 有这个活动都 全台缺蛋缺得慌 眼看蛋黄高价暂时无解 北屯区陈平里号召商店家找了供应商 一同响应发起限时送蛋计划 在今天开放全力免费领蛋活动 出示身份证每一户可以领6颗 此外还特别保留低收入户的优先权 其他的礼也可以领 民众直呼好贴心 如果是我们的低收入户弱势族群 不分你是哪一礼 你都可以优先带着你的低收的凭证 来跟我们领 能够用一点小小的力量 那每和我们这些蛋商 还有我们今天的赞助单位 来赠送我们这些称平里的乡亲朋友 还有一些弱势的朋友 现场摆满新鲜的白色鸡蛋 预计要发出1400颗 早上10点发送 不到40分钟全部送完 一节黎民们的蛋黄之急